柯文哲非常火大 就是同罵赵超康师哥 叫朋友一样好好管管赵超康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是不是选战没有议题党 那搞到今天 这个蓝白还是牵扯不清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赵超康在接受电子媒体 访问的时候 他再度递出橄榄枝 就是说如果侯赵佩能够胜选的话 他会找郭台铭 柯文哲等人会伤下一任 隔魁的问题 赵超康这个已经是连讲了三次 侯友宜也讲了两次 两个人加起来是五次 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讲 说他要找柯文哲 找郭台铭来谈隔魁人选的问题 当然赵超康讲完的时候 柯文哲 就是除了预料之外的突然放炮 他是说赵超康讲这句话是四格 因为以赵超康复首的身份地位 隔魁人选不是复首决定的 而是由侯友宜来决定 如果他们能够胜选 那第二个就是说请赵超康 不要再吃民众党跟郭台铭的豆腐 好 那第三个 希望赵超康以后不要再谈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蓝白河的问题 已经是过去了 联合政府也过去了 过去是国民党讲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再谈 那现在他回过头来 他又在谈 他主要的目的就框住 柯文哲跟郭台铭嘛 那他们的用意 国民党的用意是非常的明显 因为既然无法边缘化柯文哲 就是干脆我争取 跟柯文哲最后一次的合作 不管这次合作能否成功 反正我已经递出了感染汁 我也进行了大补帖 所谓的大补帖的话 就是全力共享 但是柯文哲会会领情 柯文哲绝对不领情 但是话说了回来 如果柯文哲胜选的话 他会找什么人来组歌 柯文哲大概心里也有一把尺吧 他也理解到 凭民众党的实力 想要组歌的话 是非常的困难 当然柯文哲曾经讲过 如果他能够胜选 他会找最大党 就是利愿最大党的总招 或者是主导者来协商 是不是由最大党 由最大党来组歌 柯文哲曾经讲过这些话 因为毕竟 民众党是一个新兴政党 新生的政党 他从来没有组阁的经验 没有组阁的经验 他只好唯请第一大党 或者第二大党 或者跟民众党三党之间 我们进行党对党的谈判 来决定未来的隔魁人选 这个是柯文哲的想法 但是赵赵康是先一步点破 我先找你 那为什么柯文哲要骂赵赵康 因为他说你是副手 怎么天天谈这个问题 你来消强我跟郭台铭 因为赵赵康从1月1号到1月3号 没有一天不谈柯文哲跟郭台铭 那显然赵赵康也理解到 他们既然不能边缘化柯文哲 也不能不理会郭台铭的话 我就把他拉了进来 至少来表达我的善意 但是柯文哲不领情 但是我们看郭台铭 郭台铭也没表示任何意见 这个中间还有王金平 那王金平也一而再再而三的讲 他说剩下短短不到七天的时间 八天的时间 希望郭台铭能够对选举 有所回馈的话 他可以回到台湾 但是郭台铭回到台湾的风险 我已经讲过 极有可能面对尽管的处境 所以郭台铭会不会回来 现在问题已经不重要 反正郭台铭会在美国过年 从这一些我们可以看到 赵少康提的大补帖 为什么柯文哲不接受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柯文哲一旦接受 他就无一承认自己是老三的地位 他既然他要当老大的话 那他当然不能回应这个问题 他只要回应了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代表在野联盟 藕断失联的 还在那边牵扯 所以柯文哲非常火大 就是痛骂赵少康施葛 叫侯友宜好好管管赵少康 那真正来讲 他说侯友宜后悔 选择的副手就是赵少康 当然他也在见缝查证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是不是选战没有议题的 那搞到今天 这个蓝白还是牵扯不清 事实上我已经讲过很多次 只要蓝军有 有政治能量的话 柯文哲 郭台铭 跟其他人都会配合 但是当你政治能量不足的时候 你光是想靠外力 来帮助你胜选 这个对 柯文哲 郭台铭 还有其他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难堪的决定 所以我们必须说了 赵少康应该讲 说如果我们胜选的话 我顺便把民进党民众党 郭台铭通通找来 我们来谈谈隔壁的人选 怎么样让台湾的政局能够稳定 但是显然赵少康是不愿意 跟民进党合作 但是柯文哲未必不想跟民进党合作 他已经讲他是墨率了 就可能在这个地方也开了一个口 那甚至于柯文哲 他也讲了一句话 柯文哲都讲了一句什么样的话 他就说 刘细坤从来没有讲过他 那国民党把我打了一顿 还要叫我支持韩国瑜 等等这一些话 各位就可以听出宣外之音 现在柯文哲急着想跟蓝营切割 但是他要称什么 称蓝营的声量 也要称韩国瑜的声量 来壮大民众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